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在变老的路上,难免会遇到病痛,甚至有一些人60岁都没有到就已经走了 从现实来看,这个年龄段的人处于退休或者准备退休的状况,身体也还算硬了 人生何其幸运,可以有这样的一段时光短暂而又永恒 一,如愿退休,是后半生最大的福气 有一个小故事,说画家顾凯之吃甘蔗,总是先吃甘蔗味,然后吃甘蔗头 人们问他为何如此,他说这叫渐入佳境 把所有的苦都尝过了,接下来就会享受所有的甜 先苦后甜的人生才是对的 半月潭曾经发文表示 从现在开始至未来十年间,我国将迎来史上最大退休场 一些60后,70后群体持续进入退休生活,开启人生后半场 很多人理直气壮地说,退休金都是自己缴纳的,是自己做出了贡献,应该得到的回报 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贡献,都脱了时代的福 你不要担心延时退休,也不要考虑收入来源 生活还在继续,生活的费用也一直在流入口袋 也有一部分人生活在农村,无法退休 但是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生活已经好很多了 和父母这一代人比较,吃过的苦就少很多了 二,儿女长大是人生最大的期待 哲学家罗素说,家庭的基础 无疑是父母对其新生儿女具有特殊的情感 当我们过了五十五岁之后,儿女差不多长大了,成家立业了 虽然有带孙子的烦恼,但是烦恼之中也有幸福的影子 想起自己刚刚做父母的样子,真的很激动 忙着给孩子买吃的,想尽办法送孩子去上学 从村庄走向城市,从一无所知到天下皆知 等你长大了我们就好了,这样的想法终于成真了 逢年过节,我们在家里做美食,等着儿孙回家尝一尝 家里有了烟火气,有了一句句祝福 团圆饭见证了岁岁年年的成就 也有一些父母随着儿女漂泊,人在异乡,但是心仍旧是暖的 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苦了 三,身体健康是家庭里最大的财富 在70岁之前,大部分的老人都是健康的 广场舞,交易舞,绘画,种花,钓鱼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都有时间去做 相比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我们的生活质量高很多 病痛少,精神好,还能看一看风景 哲学大师斯宾赛说 良好的健康状况和由之来的快乐情绪是幸福的最好资金 人到中年,健康很贵 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你最爱的家人的 有了健康,才能陪伴孩子成长 有了健康,才能陪伴爱人摆手 有了健康,才能陪伴父母到老 法国作家蒙田说过 健康是自然所能给我们准备的最公平,最珍贵的礼物 这世上有人替你开车,有人替你花钱 但没人替你生病 什么东西丢了都可以找回来 但是有一件东西丢了,永远找不回来 那就是健康 健康的身体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失去了它,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 真的不要哀声叹气,也不要担忧未来 好好享受当下,就是最精明的安排 老人身体健康了,不仅仅自己少用医药费 还给儿女减少了很大的负担 健康是对家庭的责任 试想一下,老人生病了,一家人都在团团转 老人于心何人呢 少了烦恼,多了心灵的轻松 哪怕自己很穷,也会穷开心 你愁眉苦脸的样子,是心病,得改正 四,三五老友是路上最好的缘分 张叔、吴叔、刘叔是多年的至交好友 在人还是小伙子时,就一起进了化工厂 相识的四十载力,没少互相帮着 后来退休了,几个人也常常约着去郊区钓鱼 逢年过节,家里总能收到吴婶做的腊肉、香肠 和刘叔自己打理的盆栽 有时母亲做了好菜,父亲总会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 一个电话就喊来了两个老伙计 三人就着小酒追忆往事 话匣子一打开,就忘了时间 回忆自己遇到的人,你会发现 社交是件很愉快乐的事情 小时候我们生活在大院里,在村庄里 房子很小,条件简陋 但是随时可以串门 在自家待着,都能听到邻居家炒菜的声音 呲呲一准是青菜倒入了油果 韭菜炒蛋的味道从邻居家的窗户飘出来 又随风潜入了自己的家 随时都可以去邻居家吃顿饭,喝一杯酒 几个孩子在一起闹腾,不是手足,也情同手足 过家家的游戏很多人玩过 总期待自己是新娘子,新郎官 上学了同学有很多 虽然学校简陋,但是活力满满 走进社会,职场上的人难以深交 但总有那么几个人彼此要好 关键时候也能搭把手 现在退休了,遇到的人也有一大半要说再见了 或者再也见不到了 没什么,聚散随缘,能留下来就是知己一般 五,简单安稳,是社会最大的恩德 看过了乌克兰战火纷飞的故事,我们就会明白 不经历动荡不安,本就是一种幸福 最安稳的是我们的婚姻家庭 很多人经历了裸婚,带着两只老母鸡就能去提亲了 结婚之后日子再苦,也没有谁提出离婚 或者想过要离婚,但是出于原配好的思想就没有了行动 我们写的情书要经历好几天,才会抵达对方的手里 盼望着回信是无尽的思念 就连通讯方式都那么安稳 简单朴素是我们最好的家风 很多人都穿过打补丁的衣服 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 缝缝补补又三年 抠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辈子的习惯 哪怕每个月都有钱,也会想着存钱 时代在巨变,我们却始终稳步前行 享受安稳的生活 蔡根探有盐,教有须带三分侠气 做人要存一点素心 生而为人,当怀一颗素心,独立于喧嚣尘世 如临外事第一回中开篇便说 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 但世人一尽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 但其中的王勉却是个例外 袁墨世人王勉一向隐意洒脱 他一心逃避官场,坚守肃心 直到知县要前来拜访 王勉便早早出门躲避 战乱之时,他为朱元璋出谋划策 却在天下平定后悄然隐退 未向君主讨求一官半职 他看得很通透 继续选择三尺素衣 做一介平民 潇洒快乐地生活着 肃心之人宁静致远 能以平常之思 平静之心对待人生 能够看淡浮明功力 不畏虚荣吹捧所求 在纷繁遍地的世道中 只有怀揣肃心的人 才能看透事物,领悟真理 以成熟理性的风范处事 以豁达睿智的风格做人 坚守一颗简朴甜静的心 其实就拥有了最富足的人生 持一颗素心,方是为人之本 时光催人老,白发悄然生 如果你愿意 退休就是人生的起点 而不是终点 人生的下半场 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 早前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 人到中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什么 有人提炼了一个九字真言 不透支不苛求不比较 诚然到了一定的年纪 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 一,断,执念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 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有一个高赞回答说 内心总是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 适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行 陷入极大的内耗 主持人白颜松32岁那年 已经在央视上大展拳脚 但凡是大节目的舞台 总少不了一盏属于他的聚光灯 也因此他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待 那时他身兼数值 既要参加体育、娱乐、新闻 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 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 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的严苛 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几天 某一件事稍有一点不如意 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 然后重来 不断地自我鞭挞 奋力、精进 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 但是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 白颜松开始大拔大拔地掉头发 身体也开始状况频出 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 那一年他放下了工作 每天尽心阅读 向内观醒 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 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 就是让他追求完美 所谓物极必反 太用力的人走不远 过于追求完美 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篇帖子 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的严苛 过重的精神压力 让作者在四十来岁的年纪就确认了癌症晚期 回忆自己的前半生 作者说出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 以前我是那种把每天每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 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 我从不浪费时间 但是如果能让我再活一次 我将不再刻意地追求完美 不再那么的残忍地逼迫自己 我会处事糊涂一点 不会再那么精明 我会多休息 学会随遇而安 早春时节 我会到郊外去踏青赏花 夕阳夕下 就带孩子去做旋转木马 人到中年才明白 过日子不需要多么盛大的仪式 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和坦然 人生如戏 不必苛求自己演出完美无缺 到达不了的高山 远远地看看也好 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坦然放弃 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 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 让自己过上悲惨生活一书中 作者丹格林伯格曾经说过 如果你想过上悲惨的生活 就去与他人做比较 热衷于比较的人 总是拿不同起点的人来羞辱自己 别人的好会衬托出他们的不堪 别人的拥有会让他们时刻耿耿于怀 我有一个朋友出生在西北的农村 他凭借极度的刻苦和自律 考进了211大学 毕业后顺利地在大城市里扎根 可以说 他是我认识的人中 很励志很优秀的一个人 然而他对现状并不感到满意 同学聚会时 他看到有些同学混得特别好 就会陷入深深的失落中 觉得自己的拥有根本不值一提 曾因为刻苦自律得到命运馈赠的朋友 便开始愤怒和敷衍来对抗命运的不公 久而久之 他身边的朋友不再愿意与一个负能量缠绕的人来往 公司也不愿意提拔一个满腹牢骚的员工 因为凡事总爱和别人比较 并没有激发出更大的潜力 反而让我这位同学陷入了困顿 一个人能否活得舒心 不在于财富的多寡 而在于对自我的认可程度 人间值得艺术中的作者 被人问及幸福的秘诀时 只说了三个字 不比较 别人有别人的生活 自己有自己的诡计 放下内心的攀比喻 活在自己的节奏里 比如杨将先生所说 世界上唯一不能重演的是人生 该怎么走 过什么样的生活 全凭自己的努力和选择 别人的地图里 找不到你想走的路 三 离社交 作者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 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 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 但凡有饭局 他都会积极参加 一些新认识的客户 他也有事没事就约个饭 那几年 老马每周至少有三场饭局 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 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 日子久了 他的钱包呢也淹了 家里的妻儿怨气也多了 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 因为常年喝酒 他不仅被查出了三高 还有严重的痛风 后来的他 因为身体原因 换了一份闲散的工作 原先的同事很快 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川数字 更别提他那些用心维护的客户了 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 毕竟在客户眼里 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 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 还唠了一声毛病的老马 这才明白 之前一个个的举 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 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 因为生活中 老马这样的人 其实无处不在 他们或为了交情 或为了面子 人脉 混迹于各种饭局和酒局 喝到最后 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 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 到了中年才明白 养生 首先是戒掉无意义的 社交饭局开始的 民嘴梁洪达 曾经在一档节目中提及 自己有很多朋友 都是夜猫子 经常半夜三更去组饭局 老梁说自己年纪大了 折腾不起 所以经常拒绝朋友们的邀约 朋友们也表示理解 不会强行地 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 远离酒局的老梁 不仅没有失去朋友 身体和生活也变得更好了 三四十岁的我们 早过了在饭局上 证明自己 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 在乎你的人 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 就疏远你 认可你实力的人 不会因为你没有参加 某一次聚会就低看你 人生下半场 只有身体 是你长久的伙伴 家人 是你身后的港湾 如果你想拥有好的身体 按照下面这五个办法 给身体做减法 你的寿命 就可能增加一些 一 给肠胃减轻负担 生活的质量提高 许多人对于自己的饮食 也逐渐地放松下来了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放纵自己的胃口 暴饮暴食 而且还挑食 喜欢喝酒 吃肉 油腻辛辣的食物 对于身体带来的负担 也是日积月累 容易破坏身体的免疫力 很容易出现啤酒度 所以 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做到不挑食 饮食一定要规范 尽量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 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 做到荤素搭配均匀 有助于自己的消化系统 起到养胃 护胃的效果 二 减少腰围 大家在买衣服的时候 往往都要用到腰围 可是那些腰围大腹部肥胖的人 也容易患有三高等疾病 情况严重的肥胖 甚至还会导致癌症的出现 科学家曾经在媒体中报道 如果晚上八点之后吃饭 会导致腰围增加 体重增加等情况 人体在夜间 对于食物的加工处理 会逐渐的放缓 大家可以在早饭和午饭时 多吃一点 晚餐尽量少吃一点 吃到七八分就可以了 三 减轻对眼睛的负担 生活中有许多电子产品 小到手机 大到液晶电视 这些电子产品的辐射 对于眼睛有一定的伤害 眼睛如果长时间 注视电子屏幕上 会加重眼睛的疲劳 出现眼睛干涩 视力下降等情况 情况严重的话 还会导致眼睛的疾病出现 所以我们要给眼睛 足够的休息时间 可以看到一些绿色植物 或者远眺 每工作40到50分钟 注意眼睛休息一下 抬头向远处看个15分钟 让眼睛达到放松的状态 这样比闭眼睛可以更好地缓解疲劳 4.减硬血管 俗话说血管关乎于寿命 血管越软 寿命越长 血管越硬 则寿命越短 如果血管出现硬化 则很容易出现堵塞 这样引起身体各个器官的毛病 甚至会导致许多新冠疾病的产生 在生活中就要运动起来 做一些有氧运动 可以促进血管弹性 加快血液循环 加快身体中的毒素和垃圾的排除 起到呵护身体的作用 5.减少生气 生气对于人体而言是不良的信号 也就是不良的情绪 人会因为一着急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 就像俗话说的气出病来 这个生活中 我们要尽量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 生气只能够更加伤害自己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